这个是Skatering的方向 然后呢 我们从这个地方呢 OK 那 我们这边会有一个 小小的面积 OK 假设这一段呢叫做B 那这个面积叫做很小的Sigma OK 那我们颗粒呢就从左边这边拿 这样一直打进来 OK一直打进来 假设我们现在先Concentrate在穿过这个 小面积的这个东西 然后撞到了这一边的 一个Skatering的东西 我们假设这个东西很重很重很重 它不动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面呢 我们实验室的坐标跟 质量中心的坐标会差不多 OK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实验室的坐标跟着这种状态下面的坐标 我们实验室的坐标跟着这种状态下面的坐标 OK 假设它穿过了这个蓝色 这一块 然后散射出去 散射出去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非常的好奇 这一块的大小呢 就这么一点点面积 OK 立体角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希望知道说你散射出去的跟你进来有什么关系 因为任何关系就代表着说在这里面的一些作用 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对不对 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就拿着乒乓球我们来丢啊 我们丢在墙壁丢在黑板跟丢在荧幕上面得到结果是不一样 OK 好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定义几个东西 我们上次就定义几个 incident impact parameter OK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叫做delta sigma 这个小面积 这小面积就当然这个半径 OK 半径 乘上d fida 这个是define OK 半径它define就是这个的宽度 对不对 然后再乘上这个的高度 这个高度这边是b嘛 所以这边一定是dr 对不对 OK db好了 OK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的小面积是什么 然后我们现在要知道scatter之后是怎么样了 parameter OK 那么它当然就是一个Omega了 Omega就标准了嘛 sin e theta d theta d phi OK 那现在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说 到底这两个有什么关系 我们把这个叫红色的d sigma 这叫蓝色的d omega 到底这两个有什么关系 我们也不晓得有什么关系 我们把这个关系叫做大d theta ok 这个是我们上次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alright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d theta呢 就取名了 叫做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那当然呢 你要是这样整理一下呢 从上面这两个这样整理一下呢 马上就告诉我们 d theta呢 可以写成啊 b over sin theta d b d theta ok 它会是这样子 它会一个跟角度有关系的一个东西 那假如说我们把它对着 这个完全积起来 积分起来 我们就得到个total cross section 它是等于什么 d theta 然后对着呢 d omega 积分 ok 这个叫做total cross section 所以在这些定义下面呢 大家要记住一下 它的代表是什么呀 那当然了 对一个硬球而言 我们曾经做过嘛 for heart sphere 硬球 那么 半径是A的 那么马上就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 π 大R 半径是R 它的total cross section 就是πR平方 所以说像当年说 你拿一个bb bb杠 去打一颗保铃球 你看到保铃球的截面积 会把你球截下来的这个面积呢 就是保铃球本身的面积 ok 那这样子就可以 那当然了 假如说我们打到它 并不是说像保铃球要打到表面 它才会反弹 而是靠一种引力的作用 让它彼此有个作用的话 那这个引力的形式就很重要了 消异力最长的就是什么 静电 静电呢就是排斥 你有静电力 你的位能呢 是跟着R的一次方乘反比 对不对 你的力量是R的平方乘反比 那么它的作用长度 就会很长很长很长啊 ok 那么在那种状态下面呢 你所感受到这个total cross section 会比这个大 ok 也就是说你还没到 就已经开始受到它的影响 那这个就是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感觉 好 那我们怎么来描述这个现象呢 描述这个现象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给它一个位方式 给它假设一个解 然后呢 它是一个particle 通过一个位能 这个是位能 它所在地有个位能 之后呢 它就发射出去了 所以相当于呢 你有一个很简单的 shoulding co-equation 对不对 再加上怎么样 你在位能里面所感受到 假设这个是很稳定的状态 那么你量到了 应该 你这入色不随时间改变了 你量到也不随时间改变 所以基本上就是类似这样 那其中的这个呢 或者是你把它写成5好了 你不需要写成这么大 这个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位方式 对不对 那现在就有个问题啊 到底这个位方式 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它呢 因为 我们并不是说 一颗粒子在这边 然后发生什么事情 不是的 它是一个dynamic的一个过程 只是它统计起来之后的结果 它告诉你说 它不随时事情改变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先做一个假设 我们怎么来建构这个位方式 那这个位方式怎么建构 这样子就好 把它写成一个R 什么都表示了嘛 对不对 等于什么 所以我们简单一点的看法就是说 反正一开始 我这个粒子是远远不绝地进来 那我们要是把这个粒子当作一个平面坡 远远不绝地进来 那这个就是incident的particle 然后撞到它之后呢 它就散开来 散开来产生一个什么 球形的坡 当然我们会说它一定是球形嘛 not necessary 对不对 你可能会做一些小小的改变 不过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假设它是 所以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假想呢 我们这个坡进来的时候呢 这边是个平面坡 OK incident plane wave 撞到之后呢 我形成了一个球形坡呢 往外延伸出去 这个就是outgoing 对不对 spherical wave 那我就等于这两个的相加嘛 来 这两个相加 就可以给我们看到一点东西 那简单一点的描述方式 我们怎么来表示 平面坡 exponential i k z 我们假设这个前进的方向叫做z 那没有问题 那么球形坡呢 exponential i k z a dot r 除以 r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当然我们知道 它不会这么单纯 只是个百分之百的球形坡 对不对 我们可能前面有个factor 跟着θ 跟着phi 有关系的factor 呈在这边 然后这两个坡要组合起来啊 就把它夹起来 对不对 夹起来之后呢 整体呢 你再把它normalize 你会得到个normalization的 的像 a 就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夹出来 只是这样假设的 其实是最概念式的假设 但是在处理上面会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呢 前面这平面坡 它是用xyz坐标的 后面这个球形坡呢 它果真是用球形坐标 你无法在两个不同的坐标 表示式上面做加加减减 所以势必要做一些什么样 处理 OK 那在这种状态下面呢 马上呢 经过计算呢 我们就可以发掘一件事情 我看看我们上次怎么算 上次我们经过计算之后 我们就发掘一件事情 这个呢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它就很直接的跟着这个呢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边的话 要很长很长的线 相等 等于什么 等于fd的 fd的我给它绿色 绝对值的平方 诶 我发觉它可以等于这个样子 OK 那么假设我们很想要知道这个状况 所有的状况 那我们就真正的要来解这个 想办法把这个cross section把它算到 然后再从这里面去导出一些特殊的物理的性质 对不对 我们很需要知道这些事情 那么现在就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解到底是应该怎么样一个解 我们怎么来看待它 OK 那这边我们直接先告诉你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可以这样子写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的眼光呢都会很快的转换到 到底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是什么 到底total cross section是什么 因为这个牵扯到它所看起来的东西的一个大小 OK 所以你看看嘛 假如说我们 你看现在全世界做的所有的飞机 战斗机 所有的船舰 还有什么战车 它都想办法让它变成隐形的 对不对 隐形就牵扯到一个cross section的问题 所以假如说 我们一般的飞机呢 因为它在雷达上面cross section很大 就感觉到 哇好清楚那架飞机就在那个地方 它拿着手电筒照你 你不看它都不行 假如你可以把它弄成了 光照过去之后呢 它完全吸收掉了 或者散射掉了 都不回到你眼睛 你就看不到它 cross section就缩小 就类似这样子的意思 那我们对这个cross section要有一点点感觉 好 那我们今天用另外一个方法 我们快速的来证明一下 这个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确实可以这样子写 好不好 我们快速的来想一下 这样子写到底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呢 定义呢 我们来证明一下 我们要prove 这一个呢 可以写成f c的 假设在我们求对称的状态下 可以写成这样 OK 好 我们现在呢 将我们这个 v function呢 专注到一个 你的入射坡 是k的 也就是你的坡长是固定的 或者是particle 你妈看的 你能量是固定的 OK 这样子入射 而且反弹之后呢 还是样式k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什么 弹性碰撞 对不对 好 我们先把眼光假设成这样 那么这个时候呢 当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来观看它的时候呢 那么它很简单 就可以写成平面坡 再加上一个函数 乘上 OK 我简单的就把它写成这个样 那其中的 有一些名词啊 我先前没有写的 现在呢 来跟大家说一下 f 这个f呢 指的就是什么 the scattering amplitude OK 是一个三色的强度 那么这整个的呢 这个要画长一点 整个的代表这个什么 outgoing 往外的 spherical wave OK 那当然这个就是平面坡的incident的 the plane wave 好 现在呢 我们从量子力学里面呢 从量子物理里面呢 我们曾经算过一个叫做flux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定义一个flux OK 假设是讲incident 入射 好 不管怎么样 这个flux的大小呢 我们可以写成h bar over2mi 然后里面是 因为是入射的嘛 所以incident 这wave function的complex conjugate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什么 好吧 这边先不管它的这个项链好了 然后incident 减掉 incident 再做一个微分 incident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以前学过了 我们就把它试试看 在我们这个incident里面只有这个 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 维持 这个把它摆在这边 那incomplex conjugate 负ikz 对不对 然后对这个微分 因为你现在只是什么 沿着z走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简单 这个应该是什么 d over d z 对不对 那我们是exponential ikz 减掉exponential ikz d over d z的exponential 负ikz 经过这样计算之后 你马上发觉 它等于h bar k over m 它的flux 其实就是它的动能 h bar k除以m 那么动量 动量是什么 mv嘛 以古典的年光来看mv mv除以m就剩下v啦 所以flux只是一个 速度的一个表示 你速度快 就单位时间通过 单位面积的量大 速度慢 就单位时间通过 单位面积的量下 我们这样来看 这个单位 跟这个感觉 蛮配合的 所以incident可以这样子写 那skater呢 我们可以怎么写呢 也是一样的 h bar 2m ri 只不过现在我们的 v function呢 是skater的 ok 这个是我们知道了 那既然skater呢 表示是在这边 我们用球坐标 所以这个v分项呢 我们就要用什么 球坐标 因为只有一次嘛 所以比较简单 应该是这个样子 但因为我们真正呢 在做这个散色的时候啊 你不会在这里头看东西 你的 这个假设是你的样品 你样品绝对是距离你很远的 对不对 然后我这个入射光的这个sauce 也距离样品很远 然后从很远的 从附近无穷大的地方 一直达到它 然后散色到一个什么 很远的地方 要远离这个样品去 所以我们为什么 这边要说是远离呢 R要趋近无穷大 因为它很远嘛 所以假设R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那事实上后面这两个项 你可以看得到 下面就有什么 R分之一 R分之一 那就趋近零了 所以我们重点呢 只是在这项而已 ok 那这样子呢 就很简单了 那我们就把它带进去 那我们是不是整个呢 在R趋近无穷大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变成为 H bar 2MI ok 那我们这边呢 那我们这边呢 就会变成为 Sketer ok 那这个我就先造写 Partial Partial R 对不对 反正是绝对值嘛 所以我就先把方向 而且只剩下一个方向 所以我就不再写向量 后面呢 是这样子 这个 这个本身就是 Sketer的Wave 对不对 那这个Complet Conjugate 就是这个的Complet Conjugate 那我们再剪掉 一样的 Sketer的Wave Sketer的Wave 的Complet Conjugate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整个展开来 展开来之后呢 你发觉呢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我们微分一下看看 你发觉前面这个 根本就没关系嘛 所以你只是对后面微 对不对 后面微你可以说 等于两项相乘 一个R分之一 乘在Exponential IKR 那R分之一 我可以说 这一项不动先V上面 这上面不动V下面这个 所以我们会有两项 对不对 我们会有两项 第一个是 这个不动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一个是R不动 V上面这个 你会发觉 它多出个IK 然后还有一个Exponential IKR over R 然后再加上 比较高次项 R平方的比较高次项 对不对 那后面呢 就一样画糊涂 请大家呢 自己就把它算下去 OK 这个地方倒是蛮好算 很快的呢 我们会得到个R平方分之一 OK 事实上它没有单位啦 我这边只是在告诉大家 它是朝着 它是辐射线出去 OK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知道 它可以这样子写 那我们再看看一下 假设根据前面的定义呢 根据前面的定义 我们这个D呢 θ D Omega OK 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 当然你要把它写成 很多人喜欢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OK 这没有什么嘛 因为这个 就是它 我们只是这样子写而已 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代表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什么 我先把它写完 单位时间 你散射进入那个立体角 也就是你散射进入这个这么小的 一个面积 然后这边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立体角 OK the particle 你把它除以什么呀 入射 OK 那 每单位面积 每秒 OK 那我们就把这两个呢 相处就好了嘛 对不对 很像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看 那么 第一个 skater呢 进去 d omega 每秒 进去这么多了 这要等于什么 这当然就等于 skater的 flux 乘上 方向 当然我们方向已经确定 就是这边了 然后呢 对这个立体角的上面的小面积 来相乘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那你整理一下 把它通通带进去 你会得到f 绝对是的平方 h bar k over m 乘上地有没有 对不对 我们就把这个呢 抓过来 这样子就可以了 OK 好 那么下面的这个呢 照写 我们再抄一下 每单位面积 每秒 入射 这个 小小d sigma 它的量呢 就等于这个incident 就等于h bar k over m OK 这些呢 全部都算过了 所以呢 我们把它丢进去 丢进去上市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子 这一看就知道 上面这两个可以消掉 我们就是等于这样子 对不对 两端一笔 马上就告诉我们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事实上就是等于f的平方 我们得正 OK 所以我们这样子 把这边这样子 直接写过来呢 也没有问题 到这你要算total cross section 就只要把它积分起来就好 OK 那这样子我们就比较了解一下 它的状况 好 那么现在呢 哎呦 等一下 我先扫掉一张 OK 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个amplitude skatering amplitude 我们其他parameter都可以求得到 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来算得 这个skatering amplitude 好 怎么算 这是我们必须要想办法的一件事情 那么上一次呢 就介绍这个怎么算 对不对 上次我们就稍微介绍一下 那我们的想法呢 就很单纯 我们来看看 上次我们怎么做这件事情 好 它有两个method OK 第一个呢 叫做 partial wave analysis OK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一件事情 我们来描述 这个系统 就像我们刚刚写的一样 它的skatering amplitude 在这边 那事实上 这下面这个解 你就把它解完 它就可以了 当然假设这么简单 那我根本就 根本就把它解掉了 那很多问题就可以直接看 那就因为它实在是不简单解 OK 所以我们必须要呢 稍微做一些approximation 好吧 好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 我们上一次呢 头一次呢 就很简单 就说好 我们由这个开始 OK 我们就由这个开始 由这个开始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就好像一颗电子 处在一个位能里面 假设 这个位能 是球坐标对称 你看我这写R 跟R有关系 它跟θ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它跟φ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OK 所以呢 这个时候它是个球对称的 我们这样子 sperical symmetry sperical symmetry 的potential OK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就好像氢原子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以前就说 那这个简单 这个不就可以写成为大R 这跟R有关系的 然后YLM呢 这跟θR跟φ有关系 对不对 这是我们以前所学过的嘛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可以经过一些变数变换 OK 而且同时呢 让这个U R呢 我们把它看成为R大R OK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的话 那就很容易了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的equation 我们止管怎么样 镜像量的 因为它是球对称嘛 所以球对称的方面 我们先不管 它一定会被量子化 那镜像量呢 就可以很简单的 把它isolate起来 OK 我们就变成这样一个式子 那这样一个式子 我们就开始来看看 我们怎么样 approximation 第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看这边的 这个行为 当我这样入射 我远远的入射的时候 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有感受到它 之后 啪一下散射出去 散射出去呢 我很远的地方 我也没有感受到它 所以 当我射解它在很远的状态 那么 这个时候V对我而言 GQ 没有什么作用 OK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高次向来呢 也几乎没有作用 OK 佛 这个我蓝色的 R呢 趋近到无穷远处 那什么叫无穷远处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VR呢 差不多是0 而且呢 R平方的这个turn呢 也可以把它当做什么 差不多是0 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稍稍微计算一下 我们就发觉 这个时候它可以写成什么 exponential IKR over R 乘上某个常数 当R趋近而无穷大致 你发觉 这个不就是我们当初的概念了吗 我们当初不是这样假设吗 对不对 它会有个wave 它这个球面破的wave 然后前面乘上某个系数 所以很明显的 这个系数呢 可能到了很远的地方呢 就可以减写成C OK 那这个我们了解 但问题是 你之所以有散射 也是因为在这里头的作用 所以我们再靠近 再靠近一点 靠近到一个地方呢 当R呢 比较大 OK 因为你量测 无论如何 一定是在这个样评的外面 所以呢 VR呢 我们还是把它看作为 怎么样 一个零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高四项呢 比如说后面的这一项呢 它可能是某个有限值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你可不可以把它删掉 不管它 因为要得到这个的时候 是当这两项都没有 那你就只是变成很简单的 这样子的一个文方程 那像西部会解 解出来当然就是它 所以这个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当 只有第一项等于你 后面不等于联络的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解起来就比较什么 费心一点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解呢 就会变成什么样的形式呢 所以这个时候相当于 我们要解的是 我把一颗讯再抄一次 比如说这样子 OK 那这样子一解呢 我们去查一下表 动一下 我们发觉 这个equation呢 马上就可以写成 类似什么样的形式 完整的解哦 你把它丢回去哦 那是不是会变成这样子 OK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假如说 这个就是它的解 那我们跟我们先前想知道的这个形式啊 拿来做个比对一下 我们不是希望它可以变成这个样子吗 我们希望它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OK 那这样子呢 凑凑凑凑凑答案一下 OK 请大家发挥创意啊 那你这个呢 那你这个呢 Skatering Amplitude就可以解出来了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OK 其中呢 有一个呢 是我们不知道的 是什么东西 我们不知道 这个 ClM ClM 它是一些常数 所以假设你知道的 反正K是你给的嘛 你一开始入色的 particle能量知道 K就知道 OK 那么这样一来呢 那我们其他的就可以一样怕葫芦照出来 算起来结果会变成 OK 就可以写成这样 那你的total的这个differential cross-section呢 当然就是这样子的积分 所以积分管车会变成这样 OK 它就会变成这样 我们再从前面啊 再快速看一下 我们这边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定义 我们把我们感兴趣的 跟你打进去的 看看当中有什么关系 我们稍微把它定义出来 其实我们就定义出 这是打出去的 散射出去 这是打进去的 OK 这个是你控制的 这个是你量测的 那当中的这个关系 这两个有什么关系 这个当中关系 已经是关系到这里面的运作方式 那你就可以知道它里面的detail 你就可以下去猜啊 猜完之后来计算 算完之后结果 看看跟你的量测结果一不一样 OK 你就可以建构出这个equation 那么这个defeat 就是我们想知道 你求到defeat之后 你就要去猜 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再回推回来 看看你算到defeat 跟你量测到一不一样 那defeat呢 在这边的简单定义 当然就写成这样子 OK 那这个我们不管 然后呢 有一个叫做total cross section 就是defeat呢 或defeat呢 你对什么 所有立体角 做个积分 也就是说 这个散射是四面八方散射的 我真正侦测器 可能只有小小的一个 OK 那这个时候你侦测到 就是进入 我这个小小立体角的 的这个颗粒数而已 就相当于这样 但假设你要知道全部 你把它积分起来就是了 OK 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好 那就好像说 我们在做house field的时候 我们当时 用古典很容易了解 我们发觉 这个cross section 就是拍下平方 好了 那现在所有的问题 都出现在这边了 这个一定跟着 这个系统的结构 消货作用有关系 它等于什么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我能不能把这个 散射的过程 假想成一个平面坡打进来 撞到一个什么东西 就这么散掉 那假设是这样子 也就是代表说 我们这个作用过程当中的 修天贵亏选呢 当中的这个结呢 可以写成类似这种形式 OK 可以写 假设呢 你写成这种形式 就是一个平面坡 再加上一个球面坡 这个球面坡 当然要经过 某一种程度上的修正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发觉 你很想要求得到的这个 其实呢 就是跟着这个 Sketronin Amplitude的平方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OK 那我们就知道 我们呢 一直很想要知道 这个是什么 那么这个呢 假设以这样子的写法 就可以 这个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解决出来 但这个是什么 我们怎么知道 所以呢 第一个方法呢 我们就用一些Approxpension 我们来看看 我们发觉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看起来的结果 确实是一个球 球形坡啊 跟他这么讲 像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这样的假设是对的 第二个 当你比较靠近一点 因为这样子 还是不能告诉你什么嘛 比较靠近一点 但是不进入样品里面 在样品外面看 大家 那你还是等给你 那么 但是呢 后面的这一项 你就不能够完全杀掉了 equation就变成这样了 那这样子直接解呢 就可以解出来 就解成上面的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有spherical Henkel 这个function 对不对 OK 好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发觉 这个 是我们解出来的 但是我们前面假设呢 我们是喜欢这种形式 为什么呢 因为differential cross-section 是跟这个F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务必把上面这个 想办法凑成下面这个 所以经过一番功夫呢 一凑完之后 我们发觉 这个scattering amplitude 可以写成这样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计算 differential cross-section 也可以计算total cross-section OK 好像看起来好像解完了 但事实上其中的东西 根本就还没解 为什么呢 在这里面的前面 远处是什么 我怎么知道 假设它加到无穷远处 那我到底要加几项 因为我真的不可能 加无穷多项 那到底这个常数是什么 这个不决定 下面通通通还是无法决定 对不对 所以我们紧接着呢 就要来决定说 那么这个 是什么 所以我们问题呢 就一个一个衍生 我们从这边开始问 什么是differential cross-section 经过这样子 基本的假设 我们发觉 differential cross-section 就是scatering amplitude的平方 那什么是scatering amplitude的呢 经过我们这样 简单的假设的模型 我们发觉 scatering amplitude 是跟c 是最大串的散分性有关系 所以其他都可以算出来 那紧接着 那什么是c呢 对不对 我们一般像是侦探一样 我们爬着放大箭 就开始怎么样 搜索进去 好 那么上次呢 我们就说 那就简单了 那我们就开始怎么样 开始解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假设是这样子 我们从这个右边这边来看 由这个来看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很好玩的是说 exponential ikz 它是一个解 请大家记住一下 这个东西看起来像什么 它只是个线性方程式而已 先进方程式的解 只有一个唯一的解 OK 只有一个唯一解 但是它有不同的变身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的一个解 我可以写成另外一个样子的一个解啊 那我们发觉 Plant wave 是不是它其中一个解 是 尤其当你R曲进到很远很远的时候 OK 那后来呢 我们发觉 假设真正你下去解它的时候呢 解复杂一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啊 完整的下去解它的时候 你可以解到这样子 它也同样是一个解 这两个都是解 OK 不过我们要是仔细看这个样子的特性的时候 我们发觉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 当K跟R K乘上R K是入射光的 入射颗粒的Wave Vector R呢是什么 是距离 OK 距离谁 距离散射点的那个距离 所以当你非常靠近散射点的时候呢 这个会发散掉 会发散 那会发散就代表我们不能拥有这一项 虽然说数学可以其身两项 物理告诉我们 它这一项不能够存在 所以BLM一定要等一点 对不对 好 所以呢我们这边呢 我们上一次呢 我们 CC 一 qued 但是呢 我把这个 去进零点 它会变成怎么样 负荣无穷的 所以不行了 所以唯一的办法呢 要让BLM 一定要等于零 对不对 OK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呢 再使用N的 Z呢 会等于R的cos N等于零 因为我们要求它 φ角对比辰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这两个结 一定要完全一样 对不对 因为两个是同样的结 我们说它只有唯一一个结 关于是什么形式的 所以这两个结 一定要长得一样 所以你会有 Exponential IKZ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Y呢 Y呢 就变成P OK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子 这个呢 我们有个名称 我们有个名称叫做Rat-Lay Formulant OK 那假设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的Equation 就可以更进一步的来写 因为现在呢 在φ角对称 所以我们这个 φ的本身呢 就不需要写 那个小的φ 它就可以写成这样 好 嗯 所以我们算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发觉一件事情 这里面还是有个细数在 我们还是搞不太清楚的事 所以很明显一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 所以我们上次就有来计算 对一个硬的球会怎么样 他会怎么样 然后在硬球的时候他计算结果 我们发觉他会等一下 OK它会写成这样 其实这个硬球的半径是等于A 所以这边就变成KA了 因为它在表面上面的时候 一定要有同样的结果 OK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计算说 total的 OK 我们就可以写了 它这样子有写跟写写也差不多 OK 但是假设at low energy approximation case 那也就是KA很小很小于L K要很小 L只是一些参数而已 所以我们只要管某一些参数就好了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sigma可以比因为4πa平方 发觉这个算的呢 原先的这个classical算的 还真差很多 各位你看看 这个是硬球可的 πr平方 结果这边算起来是多少 几倍的πr平方 几倍的πr平方 4倍的πr平方 OK 虽然说 那边是硬球可的假设 也就是说 当你半径搭到A的外面的时候呢 你就看不到 这个V的影响 但是基本上呢 我们知道 它还是一个球对称的一个V 那这个时候它得到的影响呢 给我们看到这个total cross section呢 跟古典呢 是差了4倍 OK 我们上次 OK 我们先休息 好 先休息 不过我们再开始